很簡單講一下這些基本的樂理 四四的意思是上面那個四字是解釋有多少拍 是有四拍 下面那個四字就是每一拍的長度 我們一拍除了我們叫做一拍之外 我們還叫做四分音符 所以其實這兩個小節在練習一那裡 其實就是每一個小節是有四分音符 你看到第二三四拍它不是一個音 它是一個休止符 要習慣拉到這些休止符 我們不可以就這樣 我們要數它 我經常跟學生說一定要數出聲 你不數出聲 你在心裡數幾大聲其實都沒有用 其實跟你沒有數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應該是中弓 應該是3、4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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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拉的時候留意一下會不會 那一弓用得很快 會不會 好像很兇 是不應該的 應該是 柔和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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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用太多力 一的時候就是你的右手動 動的時候 但是去到第二拍的時候 一 二 支弓是停下來 我們要支弓停定 千萬不要以為要很大力 不要以為要 要壓實 不需要壓實 大家不要將停和你用多少力 是當作同一件事 停是 你不動它就可以了 而不動它是不需要用很多力 反而你用很多力的時候 它是越難停的 或者是越停得遲 暫時 如果你是不熟悉那個角度的話 你可能真的要看一看 你才知道 這支弓是不是響D言 但是慢慢熟悉的時候 你閉上眼 你的角度對你來說 也是 完全不同的 你拉A言這個角度的感覺 和拉D言這個角度是 兩回事 你不用真的用眼去確定 我希望大家以這個目標 盡量是 眼是留給抱 眼不要去看 這個是壞習慣中的壞習慣 我們數拍子 如果想數得準 就不可以 1 2 3 4 除非你是一個 拍子機 或者你是一個 鐘的秒針 是真的不會快 不會慢 否則 你數一數一下 你就會 越來越快 尤其是 現在我們不是一個很快 就是稍為偏慢的速度 你更加想快 如果我們不想 衝 那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就是我們細分 用一些 密一點的節奏 去幫我們 讓我們沒有那麼容易去衝 1 2 3 4 1 1 2 3 4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打 好像這個 這個四拍好像有一個倒轉的T字 1 1 2 3 4 1 2 3 4 如果我拉這個音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有些 有些奇怪 我常常問學生 你覺得B一個 對嗎? 第一次 還是第二次呢? 我想就算你不懂音樂 你都不會選第二次 你不會覺得第二次是對的 這個是 扁了的 A 音到B 音 是一個什麼距離 是兩個半音 距離是一個很清楚 是很 很有信心的一個感覺 巴巴哒哒 但如果哒哒哒哒 是 是 不對的 其實你有這個分辨 你就已經可以不用靠 記號去幫你了 我真的不信心 不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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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連你叫不離 甚集 感谢观看